我们继续回来看启示读到第2章 第2章开始到第3章 其实是讲到这个异象的内容 首先我们看七教会的解释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历史法 就是指在若汉的时期 这七个教会的真实历史背景是别无他意的 而多维也是历史派解经家的立场 第2个就是预表法 就是说七教会用来预表教会的七个时期 就像以法所教会代表使徒的时期 士美拿教会预表迫白的时期 如此类推去到主在来 多维这个古典时代论的立场 第3个就是历史预表法 就是以七教会代表教会的七个时期 但是在每个时期里面 又有七教会的特征 只是代表那个时期的教会特征就教为 其他的教会特征更为显著 因为这七个教会特征也是历世历代教会的特色 所以主耶稣以他们成为普世教会的总代表 这是多为现代福音派的立场 而保罗也曾经写上给七教会 读者也代表着普世和历代信徒 新约另外有四位非保罗书信的作者也有七个书信 就像希伯来书、雅各书、比德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 这些读者也代表着普世和历代信徒 所以启示录里面七教会所受的清赞、责备、劝告和应许 其实都是比普世和历代的教会 七教会的属灵状况不止在教会里面某一个时代发生 而是经常性重复出现的状况 所以可以代表整个教会时代的属灵气候 就是基督在两个降临期间的信徒的特征 接着就是启示录的预言书 包括启示录一章三节和二十二章十八节 有关于全人类的命运 也就是教会时期、灾难时期、国度时期、到新天新地的时期 而在第五就是说七教会就是若寒牧养的教会 它独特的特征也是吻合不同时期的教会特征 而不同时代总有时代的特征 教会在不同时代里面也会在那个时代的特征 而这个七也有代表着完全的象征 接着就是七教会书信的分析 七个书信就是似是神藉着先知、若寒 来到向普世教会所发出的神语 而每封信都是提及到主在来的主子 而七教会书信的结构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有主义的自清、清赞、责备和劝告的 还有应许这五大特点 但是第一和第七这两间教会是受到很严厉的警告 就好像是挪移了登台和从口中套出 而接着第二和第六 还有第二和尾尔 这两间教会反而是没有任何责备的 而当中三间教会就是为预参叛 接着我们就看七教会书信的特征 其实有些类似大少先知书的情况 先说到这里 第一就是有这个自清 就是对每一个教会主的自清都是能够配合那间教会所经历的事情 来到帮助那间教会面对困难 就好像对受苦的师妹教会主的自清是首先的 末后的死过又活的 亦都对个参摘偶像的教会主就是用手持良人的利盐審判官来出现的 第二用就是清赚 除了老底家教会之外 其余六间教会都是有清赚的 说话的 那么跟着那三点就附在大小先知书中所提到的 已经出现了一个类似的 包括有责备、劝告和英许 首先我们看责备 责备自有斯美拉和菲拉铁菲这两间教会 是没有被责备的 而劝告就是人人都有就没有例外 说一下英许 英许就是说 这里此外就是主的英许 全部都和永生有关 也都没有例外 每一句都向这个德圣者发出 而德圣的是若汉惯用的词汇 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 总共出现了16次 其中的8次是带着英许的 而七封书信里面有7次 另外启示录21章7节是第8次 这个词汇就是贯通启示录 这个用途指信仰上的德圣 而不是生活上的 虽然生活的德圣 也是重要的 而因为教会中 是有真假信徒在 而唯有真的信徒 才会得圣 而不得圣者会受到刑罚的 包括了会取他的登台 被剑的攻击 病恶在床上 受到大患难 被套出来 这样 得胜的成为一个挑战的口号 是鼓励的劝告 令信徒更加坚引地持受真道 好了 我们先讲这一节 先讲到这里 之后就陆续和大家分析每一卷书 针对每一家教会的内容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